舍命报恩的锦子 锦子是鹿科的一种 看上去就像一头鹿似的 非常可爱 但是在山脚下村子里的人 却非常不喜欢这种动物 因为在当地有种传说 那就是锦子进门 家中无子 小防队都奋斗快半个小时了 山里的大火 怎么还没有被扑灭呀 如果再这样烧下去的话 真是非常危险的 是啊 这场祸事实在太大了 听说现在消防队员 已经调集更多的人来救火了 不然这个山区的植物 已经被烧掉很多的 动物很可能也会来不及跑走 而被烧死的 妈妈 大火会把山林里的小动物烧死吗 如果它们被烧死的话 真的就太可怜了 阿花 你不要伤心 山林里的动物们不会有事的 你想 动物看到火就会快跑的 所以它们完全可以从火场里逃出来 你不用担心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它们真的都逃得出来吗 好了 我们回家吧 你还怀着身孕呢 需要休息 就在阿花一家人刚回到家时 他们发现有一头脊子被熊熊的大火 从山里面被逼得逃往山下 而跑进了他们的屋子里 阿花的父亲看见后非常生气 因为他一直想要个儿子 可就在这时候 家里跑来了一头脊子 这实在太不吉利了 阿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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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时候 有一头桃子跑进我们家呢 我想他的家一定是被大火烧掉了 所以才会跑到我们家里来的 可恶的吉子 他是想让我没儿子吗 你这个可恶的吉子 为什么要跑进我的家里来 看我不打死你才怪 快滚 快滚 我儿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你却跑了进来 今天你就别想活着出去了 爸爸不要打他了 你看他多可怜啊 他的家被大火烧没了 如果不是没有办法 他也不会跑到我们家的 求求你放过他吧 阿花 他这是在咒你没有弟弟啊 爸爸妈妈 可是他已经来了 就算打死他 又有什么用啊 老公 我看还是算了吧 就留他一条性命吧 村里的老婆婆不是说 杀生要遭报应的吗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你就放过他吧 好吧 那就饶了他吧 你走吧 他的腿断了 哪里还走得了 要帮他把腿伤治好才行 否则他现在这样 也只有死路一条 你说什么 还让我给他治疗 阿花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就这样将他赶出去 那他只有死路一条 这和现在杀了他 又有什么区别呢 好吧 就听你们俩的 就这样 父亲将这头脊子 抬到了羊圈里 并且用一些接骨药 给他敷上 还为他做了一副甲板 来固定断枝 哼 要不是看在我妻子 和孩子的面子上 我还真不想管你 你饿坏了吧 赶快来吃吧 这可都是最新鲜的草料 你不要害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放心 等到你的伤好了 我们就将你送回家 爸爸 我们先回避一下吧 他胆子太小了 若是持续这样 过度紧张挣扎的话 那这脚就保不住了 几次看到人 都是害怕的 不 爸爸 只要他感觉到 我们真心对他好的话 他是不会怕我们的 哦 那好吧 我们就先离开 从那天起 阿花对脊子 进行心心的照顾 每天送食物 并且和他讲讲话 渐渐的 这头脊子 不再惊慌失措 一个月后 阿花的妈妈 生了一个小男孩 而这头脊子的腿伤 也好了许多 爸爸 你看吧 就算我们家里来了一头脊子 妈妈还是生了个小弟弟 你错怪他了吧 我们真的不能听信一些谣言 而来伤害他的 是啊 现在想想 我那天真不应该那样对他 而让他受到那样的伤害的 或许 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上天看到我们 救了这头脊子 而赐给我们的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村里的老奶奶不是说吗 做好事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奔跑了 爸爸 我们应该照顾他的 是啊 我们得担负起照顾他的责任 也只有这样 才能弥补我犯下的过错 转眼间 到了秋收的季节 这是农活最忙的时候 也是山林里野狼下山找食物的季节 阿花 我和你爸爸要去收玉米了 你在家好好照顾弟弟啊 妈妈 你放心去吧 我会好好照顾弟弟的 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的 阿花 现在可不比之前啊 秋天 深山里吃的东西变少了 山里的狼会跑出来找吃的 而我们家这里 正是狼下山的必经之路 你可一定要关好门 要知道 狼可是最喜欢攻击小孩子的 爸爸 我知道了 有我照顾弟弟 你就放心吧 嗯 阿花 你从里面把门关上 别忘了哦 妈妈 我知道 我不会忘了 我不会忘的 弟弟 不要哭 姐姐在这里呢 弟弟 你是不是饿了 我这就去给你泡牛奶喝 你等一下哦 马上就好了 我这就去给你泡牛奶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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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他 阿花 发生什么事了 我弟弟被狼吊走了 快救救他 快拿猎枪射他 要是让他跑进山林里 那孩子可就没命了 但我的火药枪 哪可是散弹枪啊 一枪打出去 可能也会要了那孩子的命啊 哎呀 这可怎么办啊 孩子 我的孩子 儿子 我的儿子 快放下我的儿子 你们这样跑 哪里能追得到狼啊 老天啊 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不是阿花家养的那头脊子吗 他这是想要做什么 他不会想挡住这头狼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是啊 别看他个头大 但他是草食动物 性情温和 更何况腿上还有伤 哪里是狼的对手啊 果然 狼根本不把脊子放在眼里 他叼着弟弟 慢条思理地从脊子面前走过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头脊子强力地用双脚 朝狼肚子狠狠地踢去 孩子 不要怕 没事了 我的宝贝 妈妈在这里 没事了 你这个混蛋 不准伤害他 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打伤了你的腿 你是不会被狼追上的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人们虽然对于谣言之说 有误解而伤害动物 但事后 有忏悔之心 来医治动物 它们 也可以感受到人们 对它的补偿之情 当面临真正危险之时 亦会牺牲生命 来报答恩情的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